8月只剩下最后的几天时间,能把握住音域,就等于多一次翻身的机会。 就在8月的后期天之内,这四大属相的朋友仍有机会翻身,就算月份快过完,也照样是头讯梦,有宽作,有切花,有富翔,这个月底付出努力,像个月出更上一层楼,属相胡说虎的人,不是最聪明,却是最坚强,也是最有后进者,无情蜀木,也在台月根深蒂固,是夜夜满开之三夜, 又十足的生财尽头,而属虎人在今年8月最后的七天,一切事物从南转异,官场顺利是最直接的好运,属虎人一来有钱赚,二来不缺家心好势头,属相牛属牛的人,别看沉默广言,其实最有主意,做任何事情,都有四平八本的风范,只要自己下定决新城市,就定能让这件事情,有最圆满的结果。 八月里暂且无法翻身,但最后七日里经济越来越大,属牛人不但不缺钱,更不缺上升空间,七天时间内只要遇见一位贵人,即可见运势成熟,早日大富大贵,属相吐属兔的人,敏锐低调谨慎的天性改不了, 但他们更从来都是有想法,有远见的人,审视多事,把握机遇,注定可以做成大事,迟早迎来自己转运的一日,就在属兔人八月辛苦快撑不下去的时候,月底七日,能转运,喜见贵人来相助,属兔人一来观运期,二来是夜生,浮想不尽,日子差不了,属相机属机的人, 聪慧的头脑和豪爽的性格搭配在一起,形成了诬陷可及的格局,他们闯荡事业的尽头最强盛,哪怕吃苦受罪一时,也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转运翻身,八月的最后七日内,属机人一来风生水起,二来归起源源,九月到来前,属机人先的恨才一笔,姿势如鱼得水,手不缺钱,你和你的家人在其中吗? 为他们点个赞,祝他们好运常常在,才愿如鱼得水吧! 请不吝点赞,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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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,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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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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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